網友的一個新問題 男生可以約拍私房嗎? 不是很方便吧 我沒有被男生約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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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開口過嗎? 沒有人開口過 大家都不敢嗎? 可能都不敢嗎? 可能我還笑吧 怎樣才可以做到在鏡頭前 就不會害怕鏡頭那種 需要攝影師的鼓勵 朋友的鼓勵 然後也要自己對自己自信一點 對 然後也要看自己 好好保護皮膚 其實聽到這一段 你會覺得她是帶著笑容說出來的 但其實她跟我說過 在高中的時候 她其實很自卑 因為她跟普通的女孩 有些不太一樣 她臉上有雀斑 而那個時候的審美 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好看的 是有瑕疵的 會有人排擠她 會有人嫌棄她 所以那時候她一直很不開心 直到有一天一個攝影師拍攝了她 告訴她 她很美 告訴她這一切的瑕疵都是美的 她才找到了自信 怎麼鼓勵啊 就一邊拍一邊說 很棒很棒 就這樣很棒 就這樣 稍微懶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過了是吧 那在拍攝的時候 怎樣才能激發你的情緒 就是可以讓你的表現變得更好 看你想要什麼風格 然後第一種是可以放歌 第二種是 你拍的 如果是拍那種傷感的什麼 你可以在旁邊 就是給她逛 逛 逛雞湯 對 逛雞湯 逛 逛雞湯 逛雞湯 一個攝影師 她除了在拍照好看以外 還需要具備什麼特質 什麼特質 會講話不要太直男 就說話方面注意一點就好了 那我想問一下 那什麼樣的攝影師就會覺得 你跟他約了一次以後 你不想再跟他約了 一張相當中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可是你剛剛沒有回答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新加 新加 哈哈哈 我曉一下 你剛剛問什麼來的 就是就是他跟你约过一次以后 就这种你觉得这样的生意 你不会再跟他约了 就拍摄过一次以后 我想想 就是如果拍摄的时候 中间中途发生的很尴尬的事情 就想着哦快点结束 然后就赶紧回家 然后下次就不用见了 有没有例如呢 例如 闪开 闪开 没关系吧 我跟你说没说 我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不记得了 我是拍照 不是来源泡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种作品的原因 导致 也会有一点点 但是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那你最看重的摄影师是什么 作品 第二是人 人一定要温柔 有遇到很凶的摄影师吗 有啊 你知道是谁吗 你在发微博的时候 你会at摄影师吗 我有时候会 有时候不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 爱 爱特 但是后面就有 可能有些是不会在主页上爱特 是在评论下去爱特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觉得爱特的不好看吧 可能觉得爱特的不好看 对 那请问一下 这是后续问题啊 那你怎么看待摄影师发作品不爱特你呢 但是一般都会爱特吧 不爱特的太不厚道了吧 你会因为他没有什么粉丝而就选择无视他吗 答案是不会 不会的 第一是看作品啊 毕竟拍的好看才会有模特 就是如果你真的拍的很好看 就是模特也会去找你 然后说可以一起拍创作吗 什么什么的 你录的我很拔 你是不是 没有很拔 没有很拔 很黄 没有 不会黄的放心吧 我们这是个很干净的频道 有一个摄影师问 你会找摄影师做男朋友吗 目前来说不会 原因是 原因是 因为 因为在外面 这个很好玩 原因是我 就可能在外面拍太多了 就可能如果你找了摄影师男朋友 好处就是 他会帮你拍照 然后拍生活的 但我觉得 如果是我休息的话 我就可能会 不喜欢拍照 就是我自己个人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哦 就是男朋友 给女朋友拍照 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就很好 可是我没有遇到 这也是个重点呀 没有遇到心仪的呀 我能怎么办 也不是说不可以吗 那 假设说你已经有一个摄影师男朋友了 但是呢 他现在呢 因为你不想拍嘛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出去拍其他人 女生 可以吗 但是我觉得工作的话就可以 如果不是工作 你是喜欢 就是喜欢他的话 我就觉得 好 啊 没有喜欢啊 就是创作啊 就拍摄创作啊 就是因为你对那个女生有 有觉得 有感 感觉 所以才会有感觉去拍呀 难道不是吗 不是吗 这个好像很有偏见 我觉得 我还没有为你更尖锐的 你就已经直接这样回答了 我还没有为你 我说如果说他要去拍私房 你会怎么样 诶 那如果说你的男朋友 他去拍了私房 然后没有跟你讲 回来以后呢 你发现了 你会怎么样 主要是目前还没有遇 遇到过摄影师男朋友 所以 也 如果已经遇到了 如果已经遇到 嗯 就如果是真的很喜欢 就会 应该就会慢慢接受吧 怎么又讲完了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因为他 他如果是真的 从事这一行 我不可能说阻止你 这些不拍那些不拍 那他怎么赚钱 那是怎么养我呢 好有点道理哦 其实剪这个视频真的 对我这个新人来说真的很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谢谢 每个字幕开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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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